其实啊肖战根本就不需要买热搜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在网络世界引起蝴蝶效应 也许啊这未必是好事 但谁也挡不住啊 所以呢肖战非常的努力 努力在于让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自己的粉丝 传递给更多对他有误会的网友 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谁都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以参考 成长的过程当中 谁不是跌跌撞撞的 伸一脚浅一脚的 肖战走得更加的困难 几乎是步步进行 但是他始终是带着你爱的微笑负重前行 我只能够一次次的提醒大家了 肖战并不是躲在粉丝背后的怂人 只是在特殊的时期 大家都要把最多的精力放在抗议上面 然而呢 错过了解决问题最好的黄金72小时 这是他的错 那也不全是他的错 但谁都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啊 对不对 而且后期啊 影响越来越大 这也不排除着别有用心的人在煽风点火 这边沉默 那边又唯恐天下不乱 小展真的是很难啊 沉默了这么久再次来到大家面前 他第一时间就是在道歉 即便呢 不全是他的错啊 但始终是因他而起的 但这样的担当 其实也没有哪家偶像可以做到了 我真不觉得啊 偶像需要为粉丝的行为买单 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偶像和粉丝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更不是从属关系 他今天呢 可以粉你 明天他又可以粉别人 难道这样子也要为他的言行所负责吗 真的只能够一次次的呼吁 一次次的提醒 但是喊破喉咙的禁忌之力又如何呢 肖战的这粉丝啊 太庞大了 其中呢 有人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 多正常的事啊 不深 对于肖战来说呀 这几个月是属于蛰伏的状态 但是他没有倦怠 也没有气馁 言义服服的手绘画 一手手的励志歌曲回馈给粉丝 这才是肖战该有的态度 是的 我接受批评 我也会以最好的状态重新归来 让你们看到全新的肖战 让你们看到三观比五观更正的肖战 看到肖战在唱主时 我有一些难过 与第一次唱主时相比啊 肖战少了激情 却多了坚定 然而东西南北风 不怕身心的伤 他自知 肖战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以及公众人物 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呢 他说啊 我们应该学会与不同的声音相处 也尊重每个人正当发言的权利 在成长的时候 接受批评 在困境当中释放善意 从认识肖战开始 他就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只是啊 个别的激进粉丝 没有听明白 盲目的追星 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所谓三思而后行 不只是说肖战的粉丝 所有的人 首先呢 都要为自己的言行所负责 是的 没有任何一份喜欢 是平白无辜的 做好自己 行胜于言 希望能够尽到一点心意 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 太多人呢 不明白 为什么肖战可以一夜爆红 是吗 那都是后继勃发的 他也是从小透明做起的呀 他没有辜负大家的这份喜欢 而且最大程度的回馈给大家 世界一通文我 我回报以歌 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愿正能量的肖战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大家看下来 大家看下来 我回报以歌 我回报以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